这就是单买六十八块钱的十字头现在 你看到吧 这一个大约得三斤钟吧 能买多少钱 能买差不多那么多钱 这一钢得八百多钱 能买五万块钱左右 你看我这些钢一钢一钢的 也是好几百万 一年也能买个五六百万吧 差不多 有没有意思说你现在买的贵 有啊 有这就是疼死的问题了 你看我这个香料用的 这个花椒这个香叶什么的 一年钢这个料就用好几十万块钱的 在家用的是哪里的花椒 是当地一蒙山区特产的这个鲜花椒 在这个现在嘛是半年造一次钢 造一次钢把这个料什么都换掉了 钢酱油和料就只有几十万 你都像现在买的贵 你看看现在这个酱油 现在年年糊的都拿四克了 看着了吧 这酱油也是你自己弄的吗 这个酱油都通常的定制的 自己定制的酱油 你这个放钢 你像三年来来来的 你就学会了这个技术活 那不会学 放这个钢最少的十五年至十年 这个刀钢技术力都可以很多啊 鲜子的质量到了什么程度 酱油的质量到了什么程度 你的料好你才能给你带走 再加上鲜子可能 你不要让鱼鱼花椒 这样做什么 那是没有不可能的时间 你这就好管理小事一样 你管理它 你就打不着那成果 那你对这鲜菜有感情吗 我对这个鲜菜感情太大了 那没有感情 你弄不出这种鲜菜来 说你觉得68一斤鲜菜贵不贵 这个蒙一层这个鲜菜68块钱一斤很贵了觉得 实际你稀爽的话 这个鲜菜谁也不贵了 为什么不贵呢 整个这个鲜菜的鲜子贵了 各方面贵了 公务钱贵了 你怎么接着稀爽起来 才花几毛吃一斤 俺装的老土老板的牛羊油吧 现在都不愿意吃了 都愿意吃这个鲜菜 只有老日才能尝试 鲜菜到底好吃不好吃吗 老爷他找到这个鲜菜蒙一层是贵贵是吧 那鲜菜变出来 那比鲜牛又斗鲜 很便宜了 他就很好吃 他就愿意吃这个鲜菜 那他找员工是不是真正找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他有经验 他现在演出来脆厚的 像小农鱼 师傅为什么用塑料通盐 不用在那钢盐 塑料通盐出来好 在那钢盐出来质量不行 为什么 他老是钢结果咱们买式的 这个人就偷切 偷料多 盖梦 老白吃的这个是68亿斤的 腌了三年的咸菜 我感觉他这个表里如鱼 就是锅里边腌成啥样了 里边还是啥样 这个咸菜啊 你说它咸吧 它是挺咸的 但是它更多的是那种酱香味 就是用酱油腌出来 和用咸盐腌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感觉老板这个咸菜啊 它脆爽 不像咱们自己在家腌的那咸菜 都是软啪啪的 你吃 它腌了三年了 它这个咸菜都是脆爽脆爽的 我感觉 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可能你觉得68亿斤挺贵 但是你吃到嘴巴以后觉得还 还可以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因为我也是从小吃咸菜吃大的 各方面它都是比家里腌的那些咸菜都很香